謝大使回國備訓 指揮中心是說回國 尤其是說從這些疫情相對嚴重的這些國家回國 必須要經過兩個禮拜的隔離 再加上一個禮拜的自主健康管理 以疫情的這個管控的這個因素 或者是說我們指揮中心的這些防疫的相關的規定 謝大使是沒有辦法回來的 請問請問請問 非常謝謝Ben問的這個問題 我們從上個週末開始就不斷的在努力 希望能夠提供給印度這些其實而且必要的這些協助 經過跟印方的一些討論 他們需要治療機等等的一些產品 我們這幾天也已經買到150台的製氧機 而且改裝成為印度可以適用的這些電壓 應該是在這個週末就可以送出 我們正在收買更多的這些製氧機 也從國外訂購一些原料 讓我們國內的廠商能夠生產更多 這個都是我們盡一份心力的一些做法 除此之外,印方有一些需求的跟氧氣相關的這些設備 我們也在調查了解之中 看我們台灣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或者是什麼數量的這些協助 如果說有具體的結果會跟大家報告 那外交主席是否有提供這個開會工具 然後他有法院來備行 有回國,尤其是說從這些疫情相對嚴重的這些國家回國 必須要經過兩個禮拜的隔離 再加上一個禮拜的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等到我們接到通知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跟趙偉有一些討論 看行程是不是能夠做一些調整 但是實際上是安排說今天要讓謝大使就回來做報告 那以疫情的這個管控的這個因素 或者是說我們指揮中心的這些防疫的相關的規定 謝大使是沒有辦法回來的 謝謝 謝謝